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5月8号进行的烂科杯另外一场的八强战 这盘棋由黑方孤子豪对战白方安成俊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小木之后单观跳 白棋挂脚飞刺流行下法 黑棋战白棋二路飞 这个定势黑棋就没有这个尖三三 直接拆边或者说这个拖先都行 当然因为考虑到跟底下配合为模样 所以说拆个可以 白棋手脚 黑棋挂脚之后尖顶令氏再挂 白棋夹击 黑棋这个大飞呢其实也见过好几次了 这个算是一个小骗招 白棋对付这种棋 如果说你不会下的话 那就直接拖先肯定是没有错的 黑棋下一手也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这个手段了 你要跟着走的话呢 这个夹击也行 考虑到周围的配置 夹一个他肩顶联络 立一个 黑棋唬出来呢白棋就继续封锁 这样白棋也不吃亏 当然以后周围有子的话 白棋还可以靠下去了 实战白棋底下飞 黑棋尖冲出来 白棋贴住 黑棋再长 再贴 黑棋跳 这里呢非常想去挖毡 但是挖毡之后啊 凑黑棋这一手碰的这个好奇 你这个棋就难受了 就是断的话呢 他直接打穿出来了 长的话被他一沾呢 这个也是凑黑棋联络 就是因为有这个碰的存在 所以说白棋挖沾就不肯了 实战白棋长一个 黑棋沾 白棋周围比较厚了 所以说选择这个靠段的下法 黑棋挖一个 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个脚上像这种定型啊 我们其实可以还原成 这个黑棋靠脚之后 斑白棋二路断打的这个变化 这种下法 一般白棋是不肯的 因为黑棋沾你打持 他断打之后再一打 白棋的脚已经被挂掉一圈了 贴住的话 黑棋再跳一个 黑棋也是活起 这样木树也比较亏 所以说一般不会这样下 实战白棋打持在外面 沾上 黑棋二路打拔 活掉 白棋再打 之后黑棋拐头 非常有力量的一手 白棋如果说就这样去围 那肯定是不太肯的 黑棋这个右下的模样 也是非常巨大 实战白棋走在这 这个棋好像故意卖一些破绽出来 顾子豪呢也是非常的直接 就引针 白棋要贴住分段的话呢 黑棋以后这个跑阵子还是比较严厉的 这个跑白棋二路的断点必须要补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黑棋往这一点白棋得补 你也可以补在这 随意反正得补一手棋 实战白棋提 最为干净 黑棋冲过来 这个挖断的话 虽然说白棋阵子有力啊 但是黑棋就算尝一个 其实白棋作战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主要是不管你从哪个方向贴出来 这个气都比较紧 实战白棋底下逼住 先去抢大场 黑棋往上面这里走一手 这个呢 一方面威胁白棋的右上角 一方面想要在中间引针 以后白棋再挖呢 黑棋就直接可以断打 把白棋给拍死了 也就不用作战了 那当黑棋走这的时候 白棋小飞来一个反引针 双方在这搞来搞去的 黑棋也没有耐心了 你反引针的话 我就干脆把这个补了 反正白棋这两颗子也是飘忽不定 以后会成为黑棋攻击的目标 接下来呢 白棋往底下跳一个 继续扩张 黑棋开始上强度了 上面碰一个 碰完之后白棋扳 黑棋长 这里如果说白棋爬的话 是遭受不了黑棋最坚定的 你要是走这儿呢 被先手割断这颗子 那上面还不活 这个白棋损失大了 站着的话 被黑棋扳断 你上面还得在后手活 那黑棋再从底下开始扩张 这个模样全部呼应起来 这个白棋也不肯 所以说实战白棋 遭一个联络 黑棋拐头 这样一拐的话 这个黑棋厚了 上边白棋彻底是去 唯控的这个可能 脚伤还得再 健三三做活 黑棋跳了一个先手 夹一个直接封锁 这盘棋 顾紫豪下的就非常的大气磅礴 非常的顺手 棋走的又比较的厚 然后这个模样也很多 白棋呢 就感觉有点被动挨打的 这个状态 接下来就考验这个判断了 双方各有一块模样 AI的意思是对围 白棋脚上飞一个 黑棋补一手这个打入 白棋再补一手 对围的话 白棋的空还不差 因为黑棋中间这个草肚皮 两边都是通的 也不太好围 实战白棋选择互破 直接进来 这个棋走的也是 非常的有力量 看黑棋往哪边搬 下搬的话呢 那就是直接围边控 白棋可以反搬 打吃长一个 主要是边上这里断之后有借用 黑棋打完之后贴住的话 白棋有这种点啊 这个点之后 以后黑棋要挡住 什么各种点全部来了 这个里面操作的空间很大 实战黑棋还是走在外面啊 就着重了以后想围中间 白棋往底下搬 黑棋打吃之后贴住 白棋再搬 黑棋反搬 这里白棋活棋也很容易 打吃也是一种方法 飞一个 黑棋压过来 再压 白棋倒虎活棋 但是不管白棋怎么活 就肯定会让黑棋外面变后 从而去更加方便的围中间 这个是必然的 实战白棋跳一个 可能还不如这手打 这个跳也是这样的胜率 黑棋来一个飞阵 白棋肯定是不想让黑棋外面走后的 但是你接下来这个棋不补还不行 你如果说不走的话 比如说围底下 黑棋一沾 飞 黑棋顶住 这个棋白棋立下去做活 黑棋有这个一路搬破岩的好棋 这样的话 像白棋长一个 这里还有这个二路点杀 变一个的话 还是这手点 点进去之后搬过 因为你要是这个走其他的 比如说打池这冲烂掉了 沾的话直接度过 打池沾上 再打再沾 或者你打这个一样的 这样白棋绝不只有一只眼四棋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还不敢脱心啊 实战是小尖补了一手 那黑棋靠 其实这个棋原来如果说不产生右边死活问题的话 白棋以后收官有这种夹的这个手段啊 你现在小尖让黑棋一靠 帮助黑棋也联络了 这个关子也比较亏 接下来白棋靠完之后夹 这样沾 扩大眼位 联络 黑棋搬过 再断打黑棋站 白棋作业 火吃火了 但是很苦 仍然把黑棋外面撞后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火掉的话不便宜 又亏这个厚薄 又亏关子 而且还送出先手 接下来黑棋非常愉快的在上方二路打拔 白棋脚上活棋 黑棋右下肩顶再把脚空拿住 白棋如果说立的话落后手 那黑棋直接就掉进来了 这个白棋围不成的 实战呢 白棋想抢先手 搬一个打吃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黑棋脚上全部围扎实 本来立在这儿黑棋以后掏空 白棋还有这种三路点 你这一搬 再打吃 黑棋自然全部围好 而且底下白棋一手棋还围不住 这个是关键的地方 实战白棋非在这儿去围 顾字豪也是非常敏锐的选择碰一个 你敢吃这颗子吗 吃的话黑棋反扮下来 挡住的话呢 黑棋连打两下出去了 这个白棋是关不住黑棋的 尝的话呢 黑棋有这手挤 你沾 那黑棋冲 断打完之后 打吃滚包 这个只有直接把白棋给收掉了 这个白棋不行 你如果说这个毁一个呢 不用弹了 被黑棋脚上先手拔掉这颗子 那白棋损失也巨大 随便你怎么补外边 以后还有搬进来的手段 所以说其实白棋刚才这时候小飞 走的可能也有点问题 还不如往这个中间来一路 你走小飞被黑棋这一碰 白棋动不了 实战只能委屈巴巴的从这儿搬 往四路围控 又被黑棋削去了一层肉 而且黑棋后续还可以继续割肉 这个地方以后点刺下来 还有这种二路透点 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手挂 点完之后 你沾他沾 这个白棋要被反杀了 这个不行 沾这个呢 黑棋断吃 底下白棋还得再补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这个白棋围的越为越小 最终再让黑棋往上一飞 白棋这两颗子 现在已经成为瓮中之别 下一手棋 白棋往里钻 黑棋就补一个断 很厚 白棋飞 黑棋尖刺 好棋 这个白棋只有沾 黑棋再搬一个 这个地方显然断不掉 断的话被黑棋断打 再一沾 这个底下得补 两颗子已经后手死 所以说白棋要长 黑棋虎一个补齐 接下来白棋也是算到了 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病了 就是如果说你敢这个 深入进来掏空的话 比如说跳一个 黑棋底下还是有这个透点 这一点次之后 中间这一靠 你扳它再一成 你不可能不底下的 不底下这一冲进来 顶珠就断 这个拐珠的话 黑棋直接扳断 白棋也不行 那你只有沾 沾的话 黑棋直接这一冲 拐珠再一断 白棋大龙还是要全部进来 主要黑棋周围太厚了 这个棋 白棋要想做活也有难度 所以说白棋怂了 补了一手联络 那黑棋中间在围 那这两颗子也就无疾而终了 直接死 白棋往上面这里飞过来 黑棋靠一个 白棋也不敢承进来 你承进来 黑棋病 你上方这个是连不回去的 飞的话直接靠断就进了 所以说白棋还只能扳在这 黑棋长一个 白棋倒 黑棋点次 虎一个 把这里的空直接护住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关子棋了 这个时候黑棋差不多排面十几目 领先还是比较多的 白棋左上飞一个搜刮 这一手棋甚至于都不是一个先手 黑棋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像底下这个点次是AI所一直强调的 粘的话 黑棋还是这个二路透点 除非你这个割肉 你粘上了黑棋断 你以后再拐那黑棋先手便宜 你要是不肯割肉粘这个的话 那黑棋底下冲一个先手 上面双一个 对吧 你不能挡住吧 挡住的话这一粘直接断开了 底下你粘的话 黑棋往上一冲 你也不敢挡住 挡住的话直接冲这个再断 中间全死 你只有补这个冲断 那黑棋再往上一冲 再贴住中间白棋两颗子又死 这个多少木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至少点出来15木棋 对吧 这个15木 左上角才多少 左上角价值应该是超过15 但是有个打结 这个你靠完之后搬进来 而且是黑棋先提结 这个黑棋先把这个15木揣在口袋里面 再给你打这个左上的结 那黑棋毫无负担 而且结材还是有不少的 收关都是结材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完全可以这个拖签啊 实战的黑棋也是优势 所以说球稳 冲一个挡住做活 白棋上边顶住 中间冲 右边沾 黑棋虎一个防一手二路夹 中间白棋点刺先手 小尖先手 然后还是把下方这个二路点给补掉了 这个是黑棋比较亏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优势呢 再减小 接下来黑棋打持长 防白棋左边飞 黑棋立掉之后冲 一路半战 这个都是先手关子 左边掉一个 实战白棋走这儿是后手围 你如果说想抢先手可以靠段 黑棋要搬的话这样反搬 断打的话反打 这样白棋先手护住 再可以去抢其他这档的关子 实战白棋走这儿的话呢 黑棋又抢先手 把上面给打拔掉 后面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 就是小关子已经变向胜负了 然后白棋下的也比较顽强 跟这个黑棋啊 在左边打了一个截打了很久 我们来看看哪个截啊 就是这边黑棋打 白棋反打打吃再打 就打这个截 然后中间黑棋这里挖沾 白棋顶 其实黑棋沾也行 沾的话也不亏 白棋沾回就继续收 实战黑棋断吃中间 然后把这四颗子一抓 白棋吃住底下这几颗子 反正转换也不影响这个目数差 之后就是先收关 然后无休止的打左边这个截 不过这个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不讲了 这没意思 那就摆到最后 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是黑棋赢了两目半 还是优势比较稳的 那这盘棋呢 完全是顾子豪碾压对手的一局 白棋的主要问题啊 就是在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两块模样 互围还是互破的 这个判断上出现问题 主要是白棋右边 掏出来这一块不便宜啊 黑棋本来就是打算围中间的 你右边一掏 让黑棋外面走后 棺子在一刮 正好帮助黑棋这个全部成空 所以说白棋得不偿失 而且接下来 顾子豪在底下这里 碰进去的这个 掏控手段也是非常的巧妙 让白棋不得不妥协 关此阶段 这个黑棋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在于底下的这个二路透点 一直没走到 不然的话可以完全扩大战果的 不过也无所谓啊 反正引起就行 最后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 然后也希望 顾子豪进入到半决赛之后 能够 再次这个 拿下对手 闯进决赛 好 那T版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想要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